台灣小球員興奮的與加拿大棒球選手擊掌 這次台灣貝比武士棒球聯盟挺過疫情之後 也成功獲得募資 首次帶領台灣球員前往加拿大 美國展開為期一個月的一地訓練的畫面 除了觀摩國外職棒選手練習 也真正的讓台灣小球員與國外球隊進行交流 為8月5號的賽事做好萬全準備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應該是看他們在球場上面享受的那種感覺 是我們現在必須要讓這些小孩子能夠 這些原住民的小孩子能夠很貼切的能夠感受到 尤其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不管你的表現好或壞 我想就是享受當下這樣就好 而且碰到了困難點之後 試著自己去處理你場上的任何狀況 球員踴躍地分享與國外選手交流的經驗 而特地出國進行一地訓練 目的也是希望讓台灣球員看見不同國家的體育文化 我們是最主要的 我們是最主要的 快點快點快點 你怎麼說 快快 你怎麼說 襲擊感受西方國家的體育文化 學習自我情緒的管理 田教練說雖然文化不一樣 但每位球員的宗旨都是全力以赴 希望這次得來不易的出國經驗 能讓台灣偏鄉原鄉的小朋友 盡情得在接下來的賽事上好好發揮自己實力 也是新聞怎麼大死一故 加拿大美國採訪報導